台湾大选之后首度由美国智库来访 一直跟台湾保持密切联系的哈德逊研究所组团来台湾拜会 总统当选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访问团 表示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 台湾会强化不对称战力来因应 接见完访团之后赖清德也前往宜兰 举办选后的感恩茶会 感谢乡亲的支持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岛 宜兰举办感恩茶会 总算守住民主胜地的立委席次 我们宜兰官成认与您为寿命 除了我们大家的政团举办之外 我们的宜兰是和我们宜兰官 民主性的乡亲民主的精神 新科立委陈俊宇成功接棒 正在竞选立法院长的游锡坤也来了 至于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 因为前一天验出确诊新冠肺炎而缺席 而当天早上赖清德在府内接见 远道而来的贵客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组团来访 这是台湾大选后首团来访的美国智库 赖清德也借此机会向国际发声 台湾也将持续强化不对称战域 积极进行国防改革 并与国际社会攜手合作 共同推进印太地区的和平 稳定及繁荣 台湾是一种灯的灯 给所有人在国际和外 想要一个真正的国家 我愿意感谢台湾 为美国的真正的朋友 立场相挺台 而且跟台湾保持密切联系的 哈德逊研究所 期待和接下来的赖政府 继续紧密合作 记者林正记 黄伟才台北宜兰 采访报导